台北县石定香最具特色的农特产品 就是清香甘醇的石定美人茶 连县长都得要提早抢购 现在台北县石定美人茶节热闹登场 县长周锡伟也特别到场 大力行销当地的农特产品和美丽风光 烤得油油亮亮的黑毛猪 连台北县长周锡伟也忍不住停下脚步 不过要说到石定最具特色的农产品 就非这清香甘醇的石定美人茶莫属 连县长都得提早抢购 因为我记得两年前我来石定 也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跟县长讲说对不起 我走的时候要买两罐回去 农特说没 我说大家一起办这个活动 大家一起努力去推展 你怎么说我们买一下说都没 你说农特说实在会都没了没完 没了 真正是没了 就很快就卖完 因为它的量很少很少 美人茶除了农泡当成饮品 还可以入菜 县长在美食专家的指导下 利用石定特色食材制作的茶香炒饭 果然色香味俱全 今天我特别用了扫油 然后是借由我们在地的石定的桂花香 来挤那个咬到会有9次 然后每一口那个茶末 你在锅里面咬的时候 它就特别的香 石定除了有好吃的猪肉 好喝的茶 清新的空气和环境 还让它连续四次获得台北线最干净的乡镇市 民众不妨利用周末假期 好好到石定来放松一下 天安亭新闻省政理美会 北线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